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想大家最关心的一条呢应该是这个苏贞昌院长进入 台湾的各种媒体报道这个消息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最终得到确认 最后的确认但是苏贞昌院长就是说应该是提交了辞呈 就表示了这个辞职的意思 那么基本上呢因为总预算马上就要通过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呢 这段时间在台湾媒体闹得沸沸扬扬 有很多的媒体也是他们一路死打苏贞昌 希望苏贞昌早点下台 也有很多媒体问我的意见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在民主社会里边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任期嘛 民主社会最简单是有任期制嘛 比如总统四年要选一次那么行政院长的这个任命权是总统有的呢 如果换总统的行政院当然也会换 所以每个人这个民主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期 那么在任期到期的话呢就要下台 在任期到期之前要不要下台呢 这个是需要自己的判断了 那么所以说呢我觉得一路媒体呢 要把他要把他轰下台 让他辞职 这这种做法呢 我个人是并不见得是很同意 因为就怎么说呢 如果苏贞昌下台台湾能够马上变得更好 这是一回事 但是很明显我觉得苏贞昌呢 应该是台湾民主化之后 他应该是任期最长的行政院长 同时呢我认为他就是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的表现没有很不好 就是说比如说他在任期之中是台湾 这几年是台湾的外交内政 是这个外优内患最严重的时期 特别是有疫情出现 疫情出现 当然说大家有认为他的经济政策 做的有些不到位的地方 但是说真的在这种确定的内容之中 他的就是说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他能把台湾的这个防疫 做到全世界的前几名 然后呢把经济 虽然有一些 就是说有些人有一些被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比较多 但是基本上台湾的经济 还是可以顺风顺水的 在做 所以说我觉得确实是不错的 当然大家生活在台湾人也许不太感觉 比如说我前不久 我去年十月份回到日本的时候 我大概我的饭局比较多嘛 基本上在东京见人的餐厅 基本上是稀稀落落的 就是东京 我过去我离开东京之前 我是2019年年底就开始 基本上就到台湾来了 2019年之前我在东京吃 常去吃的几家餐厅 当时是能做个七成满八成满 但是这一次去也就做个三成满 座位了 就是有七成左右的是空位 但是我来到台湾 我们看到这些 就是说最近这几个月 当然尾压很多了 很多餐厅都订不到 而且很多餐厅一去都是满满的 当然说这个也不见得 就是说餐厅满 但是说这是因为台湾人比较爱吃饭嘛 而且是尾压的季节 但是说我觉得这也是属于 观察经济的一个指标了 就是说很多国家 其实是比台湾很惨的 很多了 我觉得台湾的经济 现在虽然大家觉得 这选举选输了 民主国家要 怎么说呢 要责任政治 所以这个苏贞昌应该引咎辞职 但是说呢 当时其实选举之后 12月1月 我们知道立法院是在审总预算的时期 这个时候 因为他需要这个预算 要是内阁边的嘛 他需要回答各种的立法委员的这个质疑 要把这个总预算推行过去以后再辞职 所以说我觉得 他11月26号选举之后 没有马上提出辞职 就是说一直把这个总预算监督结束的话 某种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表现啊 那么苏贞昌说真的回顾他这几年来 我认为苏贞昌那个并没有太大的失误 而且很多事情都做得非常好 可以打一个高分的 那么当然说 现在大家也很多人不会这么认为 但是我们就说 如果过到在历史上来看 那个也许过了十年二十年 我们再来评价苏贞昌那个做得怎么样 但是苏贞昌本人他有时候态度不好 有时候比较这个盛气凌人 有时候在立法院答辩反咨询去 就是说一些 对一些质疑他的立法员说的一些不客气的话 这点呢可能怎么说呢 有些人认为是不好的 但是我认为这也是他的个性啊 已经这么大岁数要改也很难了嘛 那么我们再讲一个呢 这个同样台湾呢 这个张亚忠孙文学校 总校长张亚忠宣布 争取国民党提名参选2024的总统 我觉得这个新闻其实是蛮重要的啦 那么就是说 为什么很重要呢 我觉得像张亚忠就是中国 前不久中国的这个国台办 不是说让这个 要国台办的宋涛主任说 要和台湾的有识之士进行沟通嘛 就是说 我觉得他这张亚忠校长 应该是在这个宋涛主任口中的有识之士啦 他是这个承认九二共识 希望和中国早日这个交涉实现和平统一的嘛 那么他是代表台湾的最极统派的一股势力啦 那么这种是势力的意见 当然说我觉得在台湾社会是民主社会嘛 讲什么意见都可以 所以说呢 这但是他出来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说本来呢 我我我个人观察台湾政治就是说 呃侯友宜 现在新北市长是台湾的最最 呃重要的呃就是说蓝军呃呃怎么说呢 呃可能当选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 那如果说这个侯友宜不出现不出来的话 如果朱立文出现的话 那么呃就是说其实绿营如果是绿营是 赖清德这个副总统出来的话 那如果是朱立文就比较好打了 那么如果是侯友宜的话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侯友宜他自己是你把他批评他这个 怎么说对中国呃是统派 他没有任何的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什么统派的言论 也没有和对岸附和的一些呃成绩嘛 所以说我我觉得提侯友宜是比较难 是蓝军比较难打的 但是侯友宜有一个问题 因为他刚刚当选这个新北市长 所以说呢他是很难辞职自己表态争取的 侯友宜最理想的方式呢 是呃国民党他的民调一直高度领先 领先周朱立文20%以上 那么朱立文就自己都不好意思出来选了 所以朱立文呢就可能这个自己当党主席 然后呢去征召侯友宜出来 这样就可能就变成一个国民党大团结的形式了 那侯友宜呢就跟这次王洪威选立委一样嘛 就是说我不是自己要老跑的 而是我自就是说党在召唤我 所以可以把责任推给党 那么侯友宜就可以出来了 但是说既然这个张亚中校长 他说要争取总统投名提名的话呢 既然有人举手了 那么就是说我不理他 我直接去征召侯友宜 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嘛 那么所以说就很可能去办党内初选 那如果办党内初选的话呢 那侯友宜自己就不太好意思出来了嘛 他出来以后没办法向新北市民交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张亚中出这个他宣布总统参加总统 争取总统提名这个发表呢 很可能就是征召侯友宜的这场大戏破局 那所以说我觉得张亚中校长会出来 那可能赵少康也会出来 那么朱立文觉得如果他们两个的话 我可能还有机会 所以说朱立文可能也参加这个党内初选 那么就关于韩国瑜啊 这个郭台铭啊 那郭台铭 其实郭台铭先生他想就是说代表韩军初选的话 他也是希望征召嘛 他就是侯友宜不出来 然后呢自己民调比较高 会不会这个朱立文呢 以党外的形式征召他代表国民党出来选举 这个我想郭台铭如果他有这个想选总统的方式 应该他也是按照这套布局在思考问题的 那么一旦这个张亚中出来以后 这些人全部破局了 那么郭台铭跟国民党员都不是 那郭台铭如果争取提名 他就可能要跳到这个民众党 就是和柯文哲合作 那么他和柯文哲合作的话呢 就很可能就是说 怎么说郭台铭和柯文哲合作的话 民进这个国民党也一定会 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嘛 那么就很可能这个总统大选 就变成三股势力来这个争取了嘛 当然说三股势力争取的话 也并不见得是民进党对民进党有利了 我们看到今年的台北市长选举 这个陈世忠 蒋万安 再加上这个黄珊珊是 明明是反民进党阵营分裂 好像是陈世忠比较好选 但是结果我们发现 就是说过去投给民进党的年轻人的票 和中间选人的票 结果投给黄珊珊 那么如果说总统大选的话 只国民党出来 或者是这个柯文哲出来 再加上民进党的话 到底这个第三势力 是分到国民党的票 还是分到民进党 过去投给民进党的年轻人 和中间选人的票 其实我觉得还是 怎么说很难判断的 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 反正现在大家已经开始 慢慢的进入这个选举的模式了 那么每一招 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今天呢 其实我还知道 就今天呢 这个西班牙的国会议员 访问了这个立法院 我们看到最近啊 这个很多的 这个外国的政要来台湾 他们这些 我觉得这是 每次呢 我们外媒都会写的很大的 我觉得这几年是台湾 确实是国际社会 最引人注目 代表台湾的国际地位在提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西班牙的 国会议员团访问立法院 这个西班牙国会议员团 如果他访问日本去 日本的媒体 是不可能写一个字的 因为日本的国家 每天日本的国会外交 也是很活跃嘛 每天全世界 都几乎都有来自全世界的 这个外国的议员团 那如果外国国家元首来的话 日本媒体会报道 如果光是议员的代表团 访问日本的话 那么基本上 我过去在日本 也负责过日本的外务省的 一段新闻 他们会 会把这个新闻 告知我们的外务省的记者 但是外务省 新闻绝对不会有版面 去写出来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他们跟做议员外交 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新闻性 但是在台湾 这个呢 又是可喜的事情 也是可悲的事 就是 等于是令人感叹的事情 就是台湾 正因为处于 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嘛 所以哪个人来台湾 是支持台湾的 就是台湾的朋友 那么中国就会不高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变成国际 怎么说呢 政治势力冲突的一个焦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 说句老实话 我们怎么说呢 在台湾的话 也要感谢这些朋友 珍惜这些朋友 另外一个呢 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 真的 中国给施加的压力越大 支持台湾的人越多 这个因为中国 它在国际上 全世界各个国家 中国的好感度 都是很差的嘛 凡是中国反对的 很多国会议员呢 就 就要支持嘛 所以说他们的 越来越 就是说他们 国会员都回国要选举的嘛 所以说我觉得 这些事情 怎么说呢 也正代表着 台湾的国际地位在提高 好 我们现在继续讲 我觉得这个新闻蛮有意思 就是美国华府的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 就CSIS 这个 这个智库 在进行了这个 2026年攻台的 大规模兵器推演 然后呢 一共进行24次 这24次呢 基本上 全是中国的失败 当然说呢 有的是中国的 就是赢中国呢 有的是赢得很轻松 有的是赢得很辛苦 就是说惨胜 美日台惨胜 但是说呢 中国没有一次攻台成功 首先怎么讲呢 我觉得这次 这个兵推 他这个 其实这几年啊 在日本啊 在美国 在澳大利亚 我想在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好像是有一些 就是说做的统派的 比较偏统派的 这个学者智库 他们做的兵推 每次都是这个 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碾压式的胜利 台湾一定失败 等于这些人是 他们是有一些政治目的的 但是我认为呢 美国这次兵推 包括前不久的 日本的兵推呢 它的问题呢 不是说做宣传用 而是呢 它是发现问题 那么其实呢 我觉得2026年 中国要打台湾的话 呃 原则上中国完全 远远是没有准备好的状态 而且现在全世界 这个抗中挺台 保台的这种声音 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中国来打这个台湾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除非习近平 他只有一种想法 习近平被他的这个 小弟们骗了 以为能够打赢 呃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就是现在中国对台湾的 呃 进行的各种的呃 大内宣 主要是其实就是一个 瓦解士气 呃 怎么样 就我 我觉得现在中国 怎么说呢 这个兵推的结果呢 就是 其实我认为24次兵推的话 基本上都把敌人设定的 很强 的状况 状况之下 那么 呃 我们这个兵推只是中国惨败 中国失败为结果 但是中国失败之后的故事 呃 他是没想到的 但是我们就想如果这个兵推 中国进攻台湾没有成 即使是美日台产生的状况之下 呃 之后会怎么 之后台湾会独立的 你都打我了呢 我我我还干嘛 在这里人气 台湾会宣布独立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政权会垮台的 投入了大量的 这个 造发生这个大量的牺牲 的情况之下 要打台湾还没有打下来 所以说我觉得 这点的话 这个兵推的结果 呃 让习近平看到 让他 希望他能够客观 认识到 呃 这个状态吧 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一个 呃 怎么说呢 呃 这种兵推 我想今后还有很多 呃 我我 好像我 就是有朋友说要明年 今年啊 在台湾也要进行一些 请一些日本和美国的专家 进行一些兵推 我觉得这种兵推是 非常非常有重要的 即使是失败 这个也没有关系 因为失败的话 可以发现问题点 呃 但是我觉得 这失败的可能性 并不是很大的 那么中国到底现在呢 想不想 就是中国打台湾 有没有可能 关于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啊 呃 中国最近好像 外交的风向是有一点点变了 那么 有一个比较象征的 这个 人事安排呢 就是赵立坚 赵立坚呢 他是 所谓的战狼的主炮手 主攻手 呃 他呢 突然之间被 转 调直了 调到了哪里去呢 调到了这个 呃 叫边境 与 海洋 呃 斯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是典型的 叫冷牙门啊 就是 因为边境跟海洋 权益的话 如果真有矛盾 比如说 日本和中国 呃 是有 比如在东海 油气田 有开发的问题 这个东西 它不是属于这个 边境与海洋司管的 它是属于这个 亚洲司的 日本驻管的 所以说 真正和大国 有边境海洋 的问题呢 呃 就是说 是由直接负责 这个国家的 部门担当的 那么 真正的这个 边境海洋司 就是管一些测量啊 或者找一些小国 没有专门 去交涉一下 这是没有什么实权的 那么 赵立坚呢 他是本来从 美光灯下是 这几年 中国最住 就是最受注目的 一个政治人物 然后突然之间 呃 已经做 被 撤到冷牙门 而且呢 他的这个职位呢 还没有往上升 就是他过去在 外交部新闻司 他是副司长 那么 掉掉到这个 小衙门去的 还是副司长 就是某种意义上 就是说 呃 被冷 呃 这个怎么说呢 被冷 冷藏起来了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赵立坚 冷藏赵立坚的人 是秦刚 呃 赵立坚呢 有人说赵立坚太太 好像最近赵立坚 不是确诊了吗 然后呢 太太在这个 互联网 在网络上 这个发表各种言论 什么没有退烧药啊 什么当外交部发言人 很辛苦 跟他们讲了很多东西 有人说只是他 因为他太太话太多 所以说他才被 呃 这个冷藏起来了 我认为 按我对中共的 长年的观察啊 就是没有这么快 就是说人事呢 一般是更早期 就拟下了人事案 然后呢 一层层披上去 再一层层传下来 这个呢 至少我估计要需要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甚至更长一点 那么赵这个 赵立坚 他的这个人事呢 我想是应该在 这个 对他 他为什么被撤走 是应该在 今年八月 今年八月的这个 美国的佩洛西议长 来到这个台湾的时候呢 事先 赵立坚在会设说 他要赶去 我们绝对不会 做事不管 呃 等等 我们这个拭目以待 我们这个 人民解放军 一定要有所作为 等等 放了很多很多的狠话 这个放狠话呢 不应该是外交官在放 这个应该是 国防部 放狠话 然后外交官是一个 劝架的角色 这样这个国家 算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就是说 我常讲的 就是说 呃 外交嘛 这个国防部是牙齿 外交部是舌头 所以牙齿是越硬越好 外这个舌头是越软越好 但是中国呢 这个战狼外交开始以后呢 中国的舌头是越硬越好 就赵立坚出现 这么一圈强硬的话 所以说呢 他都不会说话的嘛 舌头还太硬了 所以说赵立坚 他讲这些话的话呢 当时的驻美大使 就是秦刚啊 那个秦刚在美国那么努力 在这个辛苦经营 要和美国搞好一些关系 虽然秦刚 他也接受很多习近平的 奇奇怪怪的命令 也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秦刚 他还是想修好和美国的关系嘛 至少他不想 如果习近平讲话就算了 他自己比他层级低得很低的 一个小弟在那里乱放狠话 得罪美国 让秦刚 沦为笑柄嘛 就是他 赵立坚放了那么多狠话 到最后 也没 美国也没什么尝到什么后果啊 所以说他 所以说秦刚 又被人笑话嘛 说中国外交官嘛 所以 而且秦刚这个人呢 他自己其实 就是外交部发言人 这个出身的 他秦 秦刚应该是在15年 2005年到2015年 还16年左右 其中有一段 不到两年的时间 他去英国做公使 然后等于说 他是过去是外交部发言人 就是新闻司的副司长 去英国做完公使以后 回来 继续担当这个 外交司 这个新闻司的司长 所以说他这个 怎么说 秦刚做了10年 而秦刚当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呢 我当时正在 这个北京 所以说呢 基本上每个星期 都会见到秦刚 那秦刚那个人呢 确实是要比这个赵立坚 读书都读得多 人也有教养 而且呢 说话呢 非常成熟老练 滴水不漏 而且有时候 也有一些幽默感 所以说秦刚 给我们的印象是不错的 包括就是每年呢 年底的话 我们就是 就是 元旦之后到春节之间 这个外媒和这个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都会有一个酒会 新春酒会 这酒会上 每年秦刚都会出席 然后呢 在私下聊天的话 秦刚是完全 不打官腔的一个 而且秦刚的太太呢 应该是 就是当时是 应该是路透社的 这个助手 所以说呢 秦刚对外媒 是很有理解的 当时秦刚后来 他当了外交部副部长之后 他后来当了李斌司司长 又当外交部副部长 当了外交部副部长以后呢 他就 怎么说呢 没办法 也不得不 比较严厉起来了 但是基本上 秦刚 怎么说呢 是一个比较懂事的人啊 不像赵立坚 赵立坚这样乱放炮 所以说呢 我觉得秦刚上来以后 把赵立坚调走 某种意义上呢 可能中国外交会有一个转型啊 因为呢 秦刚 这个秦刚当这个外交部部长 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暴港门的人士了 这个到去年六月为止 大家都认为是当时 中国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 在乐宇成 他可能当外交部长 大家都认为 他是下一任的外交部部长 这个乐宇成呢 在今年的 去年的二月 就是俄乌战争 刚刚打起 打起之前 这个普丁到了这个北京 当时呢 他还负责接待 而且他在记者会上 讲了什么呢 他讲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说只有加油站 没有终点站 就是我们只能越快越 不停的发展 是没有尽头的 他讲了很多 这个中国对俄罗斯的 这个支持是 就是说没有百分之百支持吧 类似这种意义的 就是说结果呢 俄罗斯就打战争了嘛 然后中国就不敢支持 中国就不敢支持 以后 乐宇成呢 就被撤掉了 因为他发表了这么 支持俄罗斯这个言论嘛 那么乐宇成呢 就叫大战狼 这个赵立坚 就是小战狼 所以这两个人 都离开了中国的外交部 换句话说呢 我觉得很可能是 中国的这个外交 想把这战狼外交 有一个转型的一个迹象 因为这个已经 二十大已经结束了嘛 习近平现在 这段时间看中国的外交 其实呢 就是和各界人士 搞好关系的 这么一个方向啊 那么我觉得 但是说呢 因为我认为今后呢 会深一脚 浅一脚的在改变 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中国的外交 已经陷入了 比较一个奇怪的状态了 就是说 比如赵立坚被撤 大家看着好像是 外交的转型 但是说呢 今天呢 昨天还发表一个新闻呢 是中国呢 突然间暂停 和发这个日本人的签证 和韩国 日本韩国全部签证了 这个日本人去韩国 去这个中国 日本人和韩国人去中国 申请的时候 过去呢 有免签 就是过去你要旅游的话 有两个星期 你可以到中国以后免签 但是疫情开始之后 这个就停止了 所以说呢 去中国 日本人去中国 就要申请签证 什么签证呢 比如最多是商务签证嘛 因为日本有 大概有四五万家公司 在中国 企业在中国有办事处 或者有工厂 那么有大量的人 人员往来嘛 所以说呢 在这种时候呢 突然之间 中国说 我们不要这个 不让日本人去了 也不让韩国人去了 这是一个蛮奇怪的 然后理由呢 好像是 日本和韩国 加强了防疫措施 就对中 从中国入境 这些人 这个怎么说呢 加强了核酸检查 必须要做PCR检查 然后呢 如果是阳性 要隔离 某种意义讲 这是一个绝对 作为一个国家 要保卫 保护国民的健康 这是一个 理所当然的事情啊 这个 而且这日本的法律 并不是歧视 中国人的法律 就是说 规定啊 比如说日本的 我是日本的外相 他去中国访问 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去中国访问 如果太大了 会有外交泡泡了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官员的话 你进来照样 也按照同样的 不是说你是中国人 就对你的 这个检查会严一点 你是日本人 就放行 美国人就放行 而是你要从中国来的是 一律的这个 检查 就是说 但是说呢 中国就 某种意义上恼羞承诺 就是把这个签证停发了 我不太明白 这种抗疫的 到底有什么效果 因为日本对中国 加强检疫的 最大的理由啊 是 这个 中国不说实话嘛 中国发表的数据 全是假的嘛 中国到底的疫情 中国国内疫情 到底是 现在有多少人感染 现在有多少人重症 有多少人去世 那疫情 你到底现在流行的是 哪一种病毒 这方面 中国现在完全没有发表 而且 它那个数据 跟全世界的数据比起来 是完全驴唇不对马嘴 对不上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说真的 日本只能 把这个疫情 把你国门关起来嘛 但是还没有关 它只是 让你检查一下 然后如果是阳性班 你要隔离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 这个 中国呢 就 怎么样 停止给日本人发现证 停止发现证 会有什么结果呢 就是现在大部分 是商务签证啊 这个发现证 日本人还说 就是说 比如探亲 旅游 商务 还有医疗 我不知道有没有 日本人 真的有日本人 去中国看病的 我觉得这个 反正就是说 你要去中国看病 也不发了 除了人道 人道上的拍 人道上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家人有要病危 要见最后一面 等等 这属于人 人道 人道上的签证 这个可能要 要发的 但是这种事情是 凤毛麟角 很少遇到嘛 那所以基本停止 那最大是商务签证 商务签证 你想 日本有几万家企业 在中国做生意 那么 首先他们 比如说他们的人事 移动 以及他们和这个 中国各种商业 这一下子 去不了中国 那么 他们商业会影响 这损失 有的时候是几百万 有时候几千万 有时候是几亿啊 所以说这种 怎么说呢 是商业以外的风险 就更增加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今后 这个对中国的将来的 这个正常的贸易 对中国经济 长期来打击是非常大的 好 我们再继续看新闻 那么有一个 今天的消息是 是全球经济成长 这个世界银行 今天指出啊 全国的经济成长 正在放缓 趋于衰退 这个下修 今年的这个 全球经济成长率 为百分之1.7 1.7 是一个 非常非常低的数字 去年的 这个预测值 应该是今年三点几 那真的 我觉得这个经济 可能2023年 经济会很差很差 然后2023年的经济 很差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呢 我觉得还是中国的风险 在逐步显示出来了 这个 怎么说呢 台湾 希望台湾呢 我觉得台湾啊 其实是 又有风险 又有机遇的 那么台湾的经济 就是说啊 有一部分 全世界看不上中国了 就是中国觉得 中国风险太高 就跟刚才讲的 动不动 我有一个重大的 合约要签 签 签署 结果呢 我现在人去不了 这个合约 签不下来 签不下来以后 我都跟 别的国家的合同 就也没办法签吧 因为我必须签完A合同 拿着A合同再签B合同 然后再签系合同 商业也很多这么做嘛 你这个A合同签不下来的话 B合同系合同都签不下来 那么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想法 就是以后我就不跟中国人做生意了 他这个国家一会封城 一会又不给我们签证 我们好好做生意的话 我们这个订单 我们给你发订单 让你做商品 结果你商品做出来的东西 到时候你交不了货 交不了货的话 比如说汽车零件 那我汽车组装不了 我这个汽车 我已经卖给我的客户了 客户几月几日要来提车 你的零件没来 车做不好 那我只能罚款 给客户道歉赔钱 赔点钱还是小事 我的公司的名誉 名誉受到了 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汽车 到时候不好好交车 那这个风险 这个批评受不了 所以说今后 就会对中国一点点的 这个怎么说呢 风险会越来越大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消息呢 是中国首富 传说的前中国首富 李和军 这李和军呢 是叫做汉能控股集团创始人 然后呢 去年12月下旬 被锦江市公安局带走 到今年1月10日 仍未获释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李和军呢 在中国当时是 大概10年前吧 是中国怎么说呢 呼风唤雨的人物啊 基本上上 李和军 马云 王健林 这些人都是 怎么说中国的大人物 结果现在呢 2015年啊 这个李和军是 胡润全球排行榜的 中国首富了 那么现在呢 据说是他借债不还嘛 应该是 但是我觉得借债不还的 很大原因呢 其实也是在中国 现在在 习近平的反商政策了 那中国的有钱人 我觉得这个 我们看到中国的有钱人啊 从这个80年代 邓小平主导了改革开放之后 就为中国什么十大首富 就会登出来了 那80年代的十大首富 90年代的十大首富 2000年的十大首富 基本上每隔十年 就会完全换一群人 比如说过去有一个 什么红塔集团的 我现在突然想不起名字 就是那个香烟红塔山的创业者 弄得挺好 然后就抓起来 弄到监狱里去了 然后呢 后来他出来以后 又起死回生 又做了两年 但是说已经影响力 就差得很远了 那么还有一个 我最著名的这个 怎么说呢 叫大连十德啊 一个十德集团 这个他的创始人叫徐明 当时也是有个足球队嘛 中国的这个中超 这个中国足球队 有个大连十德是很强的 结果呢 大连十德的这个徐明呢 据说被卷入薄熙来案 薄熙来案说呢 他什么意思 他是送给薄熙来一套房子 在法国 但是薄熙来说没有 而且呢 他送的房子 名义也没 也不是写的薄熙来家 是写在薄熙来的太太 开的律师事务所的 合伙人的女朋友的名字 那按理说这个受贿 我想在任何国家 都不可能 骗的这个 被把这个 这个房子算成薄熙来受贿嘛 但薄熙来就因为这个 被判了无期徒刑 而这个徐明也被判了几年 他变刑贿嘛 结果徐明就送一个房子 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说呢 关了几年之后 快出狱的时候 突然之间去世 在监狱里面去世 那么其实 好说是心脏病去世 但是后来我还采访了 徐明过去的同事和部下 他们都说 徐明根本没有心脏病 而且徐明很年轻 徐明那个时候才40多岁 那所以说 大家说可能是被杀 被暗杀 就是他出来因为资料太多嘛 他变成自由人的话 他会讲出很多东西 其实薄熙来案就是一个冤案嘛 就是怕替薄熙来翻案 让怕徐明见到我们这些外国记者 所以在出来之前就先把他堵死了 这很多人这么说了 当时我是没有证据了 但是说就是说 中国我想说什么 中国的首富啊 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这个财富 是和权力紧密在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说呢 九十年代呢 和邓家人 邓小平家人 搞的关系越好 这个越能赚钱嘛 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 后来是和江家人 然后后来呢 那么胡锦涛基本上是 在钱上是比较 自律比较强的 但是胡锦涛周围 也有一群这个白手套嘛 比如说令计划的啊 这些人啊 许才厚啊 什么郭伯雄啊 这些都是胡锦涛时代了 那最有名的是周永康啊 这些权贵结合在一起的 这些企业家就会起来 然后变成习近平时代 跟习近平结合在 这个企业家又会起来 所以说中国美国 十年就会整个换一批有钱人 但是你换一批有钱人 过去有钱 现在没钱也无所谓 但是说换完以后 这批人不是被抓 就是被杀 或者是什么吸毒 或者是每个人的人生 都是很悲惨的 像这个有一个叫刘汉的 这个是跟周永康关系很好的 就被枪毙了 但是说后来查出什么 他到处买凶杀人等等 也有很多问题了 但是说在中国的司法 到底是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我认为刘汉一定干了很多坏事了 但是共产党给他安的这些坏事 是真的假的 还不知道 这个李和军呢 其实他是习近平时代 第一期习近平时代的时候 他才起来的一个人嘛 但是说怎么说呢 现在短短的 这个他这个汉能集团 就是说搞什么发水力发电呢 什么就是说太阳能发电啊 这这些技术啊 但是说真的 就是通过上市炒股来赚的钱嘛 但是其实他家他跟习近平的 好像是姐夫还是什么 就是据说关系也很密切等等 但是现在李和军也被抓起来了 就是一逃天子一逃真 我想可能是就是说第一批 第一届等于说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 现在进入第三个任期了 第一个任期跟他关系好的那些人 比如说王岐山啊 什么刘元啊 那些人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现在新上来这些新贵呢 是就是说比如说李强啊 就是什么黄昆辉啊 不是说还有什么陈敏尔啊 这些所谓的之江新军的这些人 黄昆明啊不是黄昆辉啊 就是这些人他们是新贵嘛 但是可以说和这些新贵结合的人的话 十年之后你可能也要被带走 所以说这这点呢 但是说照这样的话呢 当然所以中国的财富就不能够怎么得以增长 比如说我们在看台湾 台湾过去哇这是什么 呃王永庆 这个王家怎么样怎么样 张荣发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他们是一代传一代嘛 他们赚到钱以后还会再投资嘛 因为台湾有很好的投资环境 但是在中国 比如说这个王建英他们 赚到钱的话 他们就想要不把钱弄到海外去 或者共产党就直接给你没收 现在马云据说基本上已经生活在日本了嘛 所以说我觉得呃有赚到钱 你因为对江南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你赚到钱就不可能再投资 所以在社会上即使你这个企业有很大的 企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有很大的机会 但是大家就不会把钱再不投下去了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才是中国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风险啊 中国今后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风险 那么就是说我们还在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中国的国台办 中国的国台办呢 呃 马晓光今天说 期待呃 新的一年两岸关系能够改善 台海局势能够和平稳定 两岸正常交流合作能够尽快恢复 呃 这点呢 我觉得怎么说呢 呃 就是说去年的11月26日的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之后呢 中国对台湾的态度确实是有一有一部分改变的 那么也就是说呃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们分成就是对民进党基本上是不交涉的 比如这个马晓光今天也也在讲嘛 就是说近期民进党当局加紧于美国开展军事勾连 人民解放军的演习是对台美勾连挑衅升级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严正警告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 就是说反台湾 他的政策呢 我认为有一个新的调整什么呢 就是切断台美的关系 就是只要你跟美国的关系好 那么我就是说美国势力进入台湾属于外部势力 那么中国就坚决打击 你要是跟美国保持距离 那你就是我朋友 那就是中国人口中的这个台海的怎么说呢 有识之士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今年2023年呢 应该是台湾总统选举之前的最后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2024年1月份就选举了嘛 在这个选举之后呢 之前呢 怎么样 就是说 对美国的态度怎么样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啦 就是说 怎么说 其实到现在为止 这个蔡英文政权 蔡英文 吴钊燮 肖美金 这些人是和美国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 基本美国不管是川普团队 还是现在的拜登团队 基本上是怎么说呢 接受的 所以说这段时间 我认为美台的关系是最好的 而日本呢 基本上在外交国防政策上 是美国和美国保持着高度的步调一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台美关系最好 日美关系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新的下一任可能当总统的人 我们不管是 比如说这个绿营的 有这个赖清德陈建仁嘛 就往大里说嘛 或者郑文灿也算上 也可以 就是说有可能当总统的 骂苏贞昌 就是这些人和赖清 蔡英文他们比起来 和美国的关系都不是那么紧密 就是美国不是对他们特别了解 那么换到国民党 国民党的话呢 朱立伦 那个朱立伦是国民党主席 但是说朱立伦去年 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呢 基本上没有见到 什么美国的重要人物 到处去这个孙中山的向前合影嘛 这有人批批批判 他是什么观光旅游嘛 所以说呢 朱立伦这样 那么侯友宜更是嘛 侯友宜他基本上是 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上 到现在为止 基本没有任何的论述嘛 那么郭台铭 郭台铭其实是和美国关系蛮深的 但郭台铭和中国的关系也很深 美国到底能不能信任也很难说 那么刚才讲张亚中啊 赵少康啊 就是基本上下一代台湾领导人 和美国的关系 都不是很近的 那么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个呢 中国是看到个机会 中国就是说 你不要跟美国勾结 你向我 向中国靠拢 就有好处 你就是有识之士 我们就可以交涉 中国现在在打这张牌 企图分断台湾和美国的关系 那么台湾方面呢 怎样取得美国的信任 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如果说侯友宜选不选总统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 就是今年的夏天为止 侯友宜要不要去美国 去美国去见个谁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如果美国觉得OK的话 美国的重要人物 去能见到侯友宜 这个呢 我觉得对蓝军 对侯友宜的形势是很有加分的 那么赖清德呢 就比较辛苦 因为他是副总统 所以说他出国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但是说呢 他跟肖美琴的关系是很好的嘛 就是肖美琴可以替民进党的下一任 这个总统候选人 打开美国的这个渠道 然后呢和美国加强交通 加强沟通啊 我觉得这个台对台湾的安全 最重要的是美国嘛 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们要今后观察台湾的政治 就是说谁去美国 见个谁哪些人 然后呢当然说啊 谁去了中国 中国现在大家大家不太敢直接去了 就是和中国互相敢这个喊话 特别是中国对台湾喊话的时候 自理行间影射的是谁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决定台湾今后命运的 非常重要一个选举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细心观察 好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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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